第1963集 定局 楚阳越重而出 淡然说道 袁武宪 在这里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楚阳 就是杀了你儿子袁淑图的那个楚阳 以前我一直觉得 袁淑图这个名字貌似有些怪异 原来啊 你取名字的本意 就是你儿子跟着人间 根本就是殊途末路啊 现在我不负你的期望 早早的将他送进了幽名 你是不是觉得很欣慰 很有自知之明啊 原来是你 袁武宪猛然转头 死死的看着楚阳 原来你就是楚阳 声音虽然仍旧平淡 却给人一种极其强烈的 强行压抑着咬牙切齿的感觉 异常的实在 楚阳眼睛平视袁武宪 就是我呀 我也不曾想到 你们父子最终会全都死在我的手里 不知道这份先见之明 你有没有呢 袁武宪仰天长笑 不懈地说道 京帝之蛙 凭你还不够资格说这句话 哈哈哈哈 够不够资格 你说了不算 楚阳宁木看了一眼自己的剑 淡然说道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你是错的 人呐 没有先见之明不可怕 但缺乏自知之明 却很可怕 袁武宪狠狠狠点头 好 好 且看是谁没有自知之明 看着楚阳的眼神越来越猙獰 他这辈子所有的心血 几乎都是因为楚阳一个人而毁灭 对楚阳的恨实在是深刻至极 若不是楚阳当日杀了袁淑徒 袁武宪怎么会派人追杀 若不派人追杀 怎么会有孟乌鸦背叛之事 若不如此 沐苍蓝和羽之池之间的矛盾 又怎么会如此激化 若不是这样 怎么会让三王出马 去击杀楚阳和孟乌鸦呢 而若不是这些事 自己成功掩饰了百万年的天魔身份 又怎么会一招败露 这么一想下来 袁武宪赫然发现 自己的百万年折服 天魔一族苦心经营百万年的无穷心血 之所以败露 竟然完全都是因为楚阳一个人引起的 这个家伙就是一根贯穿了 整个全局的导火索 楚阳 本王若是让你痛痛快快的死了 未免太对不起你的自治之名了 袁武宪背负双手 死死的瞪着楚阳 楚阳缓缓点头 彼此彼此 袁武宪全无征兆地尖叫一声 背后的十二根肉翅突然猛地张开 整个人已经飞临空中 急如闪电一般 几乎化作一道清光 目标正是楚阳 动 莫天机一声令响 孤独行的剑 董巫商的刀 谢丹琼的穷花 莫清武的星梦清武 傲弦云的金龙神功 描不通的金凤 季莫和罗克迪的剑 莫天机的掌 同时退出 在中间闪烁着尖锐的剑盲的 正是楚阳的九戒剑 十个人 在这一刻完全变成了一口 无间不摧的尖锥 向着袁武宪正面迎击 袁武宪长笑震天 全然不闪不闭 两只手化作了 弥天的黑烟 狠狠地劈了过来 袁武宪竟是要 以他自己重伤之后的身躯 正面硬汉 九戒之力 这个举动正是表明 袁武宪要决以死战的决心 袁武宪的这个举动 说实话 其实多少有些 出乎莫天机的预料了 在莫天机的预算中 袁武宪多半会采用 各个击破的手段 分别针对九截 避强击弱 若是那样的话 众人中实力相对较弱的 苗不通 继莫罗克迪三人 还有身为女性的莫清武 有更大机会成为 袁武宪首要的攻击目标 可如今 袁武宪竟会选择 当面硬汉的方式对攻 无疑大出 莫天机的预料 不过这样更好 因为眼下这个现状 本就是莫天机所有的计划 所有筹谋 所有心机安排 攻击之后 所最最想要看到的场面 事实上 楚阳之前的一连串挑衅言语 甚至不惜以身为耳 正面引诱袁武宪 对自己出手 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契合 莫天机的计划 不知道 是不是某言莫的毒蛇攻势 实在太犀利了 竟真的引动 袁武宪全力针对 之所以要制定这样的战术 却是因为 若袁武宪真的有心想要逃走 以他本身强横修为而论 就算集合这里的几千万大军之力 也是绝对阻拦不住的 但只要他决意死战 那就一切都好说了 在袁武宪重创未遇的时候 就把他逼到了 不得不御驾亲征的地步 这是莫天机对于谢丹琼所做的事情 认为最值得称道的一件 莫天机认为 这是一个先决基础 而且还是那种天赐良机的大好基础 之后不断的造成打击 不断的进一步破坏 让袁武宪伤势 永远得不到半点痊愈的机会 就这么一路的持续下来 最后还要让四大护卫 再次雪上加霜的雷霆一击 最最让莫天机出乎预料 完全没想到的是 袁武宪为了雨迟迟 竟然甘心又一次受伤 这可算是彻头彻尾的意外收获呀 再之后 莫天机的那几句话 更等于是将袁武宪逼到了绝路上 这是一种属于生灵的普遍心理 不管对象是天魔还是人类 都是一样 不管袁武宪是不是天魔 不管是不是别有用心 但他总是在莫云天 已经努力经营了百万年岁月 看到自己百万年时间 治理下的臣民 最终集体反对自己 这种感觉 总是不爽的 雨迟迟愿意效忠袁武宪 甚至至死不渝 但却不愿意 效忠现在天魔真身的袁武宪 不惜以命相搏 原本在眨眼之前 还听从自己指挥的将士 另行禁止莫敢不从 现在 却全都掉过头来对付自己 这是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 就只是因为自己是天魔 莫天机的言语如刀 一步步让袁武宪心中千疮百苦 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楚洋这个罪魁祸首又跳了出来 一连串更加刻意 更加恶毒的言词 彻底的冲破了袁武宪最后的心理防线 让辛仇旧恨 完全冲进袁武宪的心里 深深植根 莫天机的策略 可谓是完全成功的 但这样做虽然留下了袁武宪 但也为自己等人带来了莫大的凶险 四大护卫虽然还有一定战力 但却无一例外全部重伤 更何况就算没有受伤 贸然进入核心战圈 也会干扰破坏九节整体的力量 这一战注定要靠九节来完成 袁武宪毫不退让 斜着雷霆万军之势轰然落下 楚洋的剑尖也在那一刻不差分毫的营上 哄 十个人连成一气的力量 与袁武宪的拳头正面撞在一起 两股同样汉人同样强横 毫无花甲 毫无偏差的碰撞在一起 袁武宪闷哼一声 大踏步的亮枪后退 每一步出去 百丈距离之下的地面 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如此连退了十七步 这才重新站稳身形 宁恶的双眼直勾勾的看了过去 而九节这边 十个人的身体同时抛飞而起 尽都口喷鲜血 分成十个方向倒飞出去 但彼此间那连成一体的气息 还是紧紧相连 不曾稍有分离 楚阳与墨天机 在剑不融化的瞬间 仍然是对望一眼 彼此都从彼此眼中 感到一份震惊 还有一丝如是重负 震惊的是 袁武宪尽管已经重创 到了这等地步 竟然还有如此实力 硬碰硬的将九节合一 而且又再度提升的力量 降至击退 至于如是重负的是 他毕竟还没有真正 击破兄弟们的联手 这样一来 心中就多了几分把握 一退之后 楚阳并不带去世尽销 一人在空中一个翻身 有如闪电一般急冲回来 随着他的翻身 莫清武也是一个轻巧翻身 随着楚阳几乎不差前后的冲回来 此刻的他 仿佛完全没有自己做主的能力 就只是随着楚阳的动作而动作 而这一刻 他除了施展自己的九天五神功之外 所有修为 包括精神神魂 全都融进了楚阳的修为之中 生死相随 不离不弃 今生今世 他们两人之间 虽然从来没有进行过 男女之间的双修交流 可这一刻心灵气和相冲 所施展出来的 却是双修神功中 很少有人能达到的至高境界 生死相随 永结同心 黑衣如墨 洪伤若霞 楚阳默清武二人化作一体 急速追袭 远武县的眼中露出一丝由衷的残毒 他突然大吼一声 冰封天地 从他身上留意出的浓郁贴魔器 突然间 尽数转变成了刺骨寒风 就值得一瞬间的光景 整片天地 似乎都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刺骨寒风 彻底冰冻 触目所及 地面上刹那间凝固起一层白霜 随后又蜕变成满目的寒冰 再一瞬 整片大地突然军裂开来 地面上有许多战斗中 不知不觉靠近的人群 不管是天魔还是人类 都在同一时间整个身体冻结 然后哗啦啦破碎 连血肉都没落下 只留下一地坚硬的颗粒 竟然将人体从内到外彻底冰冻 成为打碎的玻璃一般 这已经是天地之间至极的寒冷 因为现在在这等寒冷之下而死的人 几乎每一个都是高手 可是面对这样的苦寒 却是连半点抵抗 抵御的能力都没有 不知道是谁首先喊了一声 这里危险快跑 所有接近这个圈子的人 尽都撒压着往外跑 甚至不敢飞 因为就连空中的空气水蒸气 都已经阴质而凝结 往前飞行接触 那简直就如同过刀山一般 恐怕还不等飞出去 就已经变成了森森白骨 地面上无数道巨大的军裂纹 咔咔想着向外持续扩张 又不断地有新的裂纹出现 这种场景当真超乎在场所有人的认知 楚阳和墨清武急速飞行的身体 突然间被生生的冻结在半空之中 一动不动 袁无县收回手 一步步走上前来 宁笑道 哈哈哈哈 本王一生中 最见不得的就是所谓的恩爱夫妻 最见不得的 就是什么狗屁人间真情 每次见到 总要有一种将之毁灭的魄气 而你们正是我最看不惯的 他看着楚阳突然残忍快意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楚阳 就是你杀了我的儿子 不过你可以放心 我是不会杀你的 因为我只会杀死你在乎的那些人 比如和你一道并肩作战的这些个兄弟 又比如 你身边的这位红颜知己 将世间所有美好的一切统统破坏 满目满耳尽是人间凄惨凄凉 那才是我最大的享受 楚阳 看这小姑娘对你如此的情深义重 若是你这位红颜死了 你会不会很爽呢 哈哈哈哈 本王就是先让你爽上一爽 说着 远无线宁笑着 手腕一翻 一把漆黑如墨屋子 冒着魔气的长剑赫然出现 剑锋一展 破空飞来 剑锋所指 正是已经被冰封的墨清武粉装玉镯的薄镜 黑色长剑一闪而至 九阶兄弟都被冰封 就在半空中凝利 看来对这一剑已经无能为力 楚阳冷冷地看着远无线急冲过来 本来已经似乎冰冻中的身体 竟然诡异地移动了一下 淡然说道 想杀尽我最在乎的人 就凭你还不够资格 第1963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